我就觉得这个舞诗呢 就是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那么必须去富安广大 我成立关聖工农师团的时候 当时可以说是带着一股兴趣 因为我小的时候想写舞诗 那么失去那个学习的机会 那么当我出来社会做工的时候 我还是有那个很强大的 对这个舞诗运动的热爱 虽然我对舞诗是不懂 从来没有学过 可是我在这方面 道德理论这方面 我可以去推动这方面 我从麻婆这边做起 那么社会人士基本上 都是对这个舞诗的文化 都是一知半解 可能只是说是一种热诚 那么我觉得这个舞诗的这个内涵 这个舞诗的这个团队精神 很需要去推动 所谓困难 我们就是说要怎样去 怎样去克服 那么你不要把这个困难的东西 就是把它定位在这个是困难 我们就是说我们一切都不怕困难 我们就是要挑战这些困难 当然这个舞诗在过去 70年代只是输于接手艺术 舞诗表演 是不是有一天 我们能够是比较有舞台性的 就是说配合舞台的灯光 音响舞台效果 会让观众看有更高的这个境界 我们观圣工就一直叫这些学员 要有这个观圣工的精神 就是终人一勇气 就一定要学到这些精神思想 才能够做事情 才能够保持那种坚持的精神 才能够突破一切更进